今天把滚龙传媒的龙总 还有季健传媒的网总 叫在一起了 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给大家商量一下 您平时可能也看到一些 荒岛求生啊 荒野求生啊这些 对吧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搞一个叫 网吧求生 你想想网吧求生是怎么搞 治理吧生活嘛 治理那里游网嘛 那里游网然后治理生活 你觉得网吧求生是怎么样 就在网吧里面求生存 在网吧里面求生存啊 都理解的非常的对 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来总结一下 网吧求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进网吧的时候 一毛钱都不带 然后再 是草产 然后在网吧里面生活 至少七天吧 资助行 惊喜一个 天 都在这个网吧里面 然后有钱的时候 就吃饭 没钱的时候就去水龙头 喝水 剪烟 割巴抽 可不可以 去剪吃 嗯 做得到 你问我 我知道啊 我现在找了钱了嘛 找了钱 不能带钱 求生就是不能带钱 对 或者你找你的朋友请你吃也可以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温馨网吧已经关门了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网吧 就是这后面的初遇网吧 我就管这个网吧 你有没有管的网吧 看好的网吧 你去管网吧 你去管网吧 管好哟 好嘞好嘞 把你滚龙传媒的这个旗号打响 好嘞 可以 我就在那边亮亮网吧 亮亮网吧 和那个华朗 就定一个吧 就华朗网吧 好嘞 每个人到网吧里面去生活七天 不出网吧 好嘞 这个滚龙传媒的龙总 讲两句 大家 我们这个意思就是说 现在治理一下 也不是说钞票随时想用 也不是想是自己的 就是说现在 好可以了 明天记件说的开始 明天起床 可以了可以了 我也来告一下 记件传媒的王总说两句 我就到华朗网吧去锻炼几天 所以以前就像以前 那种声号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我感受不到 有 好 那就 明天就进去嘛 明天就开始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好吧 拜拜 拜拜 拜拜